音楽 一有時間我就去不同的機構做探訪 那除了可以幫助人之外 其實對我的人生也有不少不少的領悟 有一次去學校 這間小學很多學生都是來自基層的家庭 他們每一個的小故事 對我都有深思的反省 有一次我跟一個一員班的學生聊天 他考第一 我就問他, 你當然很勤力去補習 要不然你怎麼考第一 他說不是, 我家裡沒有請補習老師給我的 我靠自己努力 我說, 你讀書這麼聰明 你是否想將來長大 可以找一份好工在家裡呢 他說不是, 姐姐 我是想拿到一張超級市場現金券 我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這間學校很鼓勵一群基層學生 努力讀書, 換取一些家庭御用品 或者一些現金券, 去減少家裡的負擔 這個小朋友跟我說 他說拿一張現金券放學 就馬上跑去超級市場買兩包米 為什麼買兩包米? 他說原來媽媽經常都很怕, 他們吃不飽 因為他們經濟能力不太好 不是很多時候會有米開飯 我們一廂情願想 他們用心讀書是為了以後 可以找一份好工去解決問題 但是原來解決問題的 現在來說是兩包米 我又跟一個剛好日生日的學生聊天 我說你今天生日會有什麼生日願望? 他說我想吃一個生日蛋糕 我學會吃一個生日蛋糕 有多難, 姐姐送給你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學生要吃一個生日蛋糕 她媽媽要在她家樓下的餅店等 等一個不是很特別的蛋糕 只是一個普通的蛋糕 她等什麼呢? 就是等這間店鋪關門 關門之前的時間 她們所有蛋糕都是半價 她才可以負擔好買一個蛋糕 給女兒生日 平時我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蛋糕 原來對家庭令港 已經是一個很重很重的負擔 在學校裡面 我還遇到其他不同的學生 有些從來沒吃過自助餐 有些從來沒去過一些主題公園 正當我們以為很多香港的小朋友 理所當然可以過的物質生活 原來都是有例外的 很多人都說 不要讓小蚊輸在起跑線上 那是否代表這群基層的學生 一開始就會輸呢? 我看未必 因為他們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是理所當然 要靠自己努力去爭取 相反一群在溫室裡長大的小蚊 他們如果離開溫室的話 就會變得脆弱不堪一擊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小蚊可以跑贏人生的話 你要做的 但未必是給他們一些豐富的物質生活 可能你要做的 就是放開雙手 讓他們面對風雨 真真正正學習成長